其实如果要找是不是在这个黑名单里面出现过的话 那以前可能,但是之前同学是怎么做 他说把他这个复制 然后移到这边用Ctrl加F 寻找 OK,所以他其实蛮花时间 但是跟各位讲 有个简单的方法 你可以用什么 切到查询名单 在他的B栏的地方插入函数 利用什么呢?利用最近使用过的Conif就可以了 Conif里面的话 其实他第一个range 你就可以给什么?给那个黑名单 OK,然后第二个criteria就给这个email 有没有,那如果有比对到的话 两边有match到的话 他就会是1 如果没有的话就是0 那不就怎样比对啊? 你就全部向他填吗? 就全部比完了吗? 如果里面出现1的 那就把它带过去 就把它筛选留下来 只要是1的留下来 那就做完了嘛 那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Conif非常好用 比对的时候很好用 但是会有个问题 第一个 我们range 必须要切到黑名单 必须要切到黑名单 那再来就向下把它选取 可是特别注意 一般同学会怎么 直接这样向下选 这样要选很久 而且有没有 2万多个 那等多久? 等非常久 到了 好了没? 好了没? 还没好? 好了你就过头了 所以特别注意 千万不要用这个方法 那怎么办? 其实你可以用两个方法 一 你可以用什么? 这个range 切过来之后 一 请你去点选 你要选取的 第一个A2储存格 开头 二的话呢 请你按Ctrl 去的向下 就好了 OK 快速键 OK 你特别注意 你不要 不会快速键 说真的 那你会选到 真的过头 要不然就选错了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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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也可以 但问题是 我们其实不是要择择 我们是要那个范围 所以通常是 会用Ctrl 去的向下 选到我们要的资料 那你说 选择难可不可以 也可以啦 只是说 感觉好像跟逻辑有点不太通 OK 所以我们还是 你愿意要选我们要的就好了 OK 好 那第二个的话 Criterium 就是什么 就这个 然后按个确定 1 表示有找到 点两下 全部找完了 这几个都是1 0 没有 没有就是不是 那在最后的话 我怎么留下1呢 你就直接有个要放在A1或B1 用筛选就可以了 有没有 筛选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用过 应该常用 把1留下来就可以了 有没有 然后呢 再把这些1的 一样有个要放A2 Ctrl 去的向下 Ctrl C 有没有 Ctrl V 这样子就查完了 有没有 怎么轻松愜意 就可以交差了 对不对 很困难 我之前还蛮好用的 有的时候其实用这个方法 一下就全部查完了 OK 那这样的话可以得到结果 在1000个查询者里面 有27个在黑名单里面出现过 马上你可以跟老板讲 老板 你就帮我查一下 明天才能给你 明天 另外一个 他五分钟就可以了 你要明天 那我看你明天不要来了 是不是 OK 所以 那另外的话 我们顺便来看一下 筛选把它恢复 那除了这个方法之外 跟各位讲 刚刚我们是怎么样 康乙福的地方 特别注意 这个地方是切到工作表 是黑名单 有没有 所以这边有个惊叹号 然后后面是个范围 那我建议各位 如果说将来呢 以后呢 假如说你要选取的范围非常大 那我建议你先把那个范围 定义成一个名称 会比较恰当 那以后的话 配合F3 就可以把那个名称调过来 有点像把它当资料库来用 OK 关联过来就对了 那怎么做 首先第一个 不然的话这个 这个方法缺点就是 你还要在选取 C2向下 然后以后还要 就是锁定范围 如果你要向下填满的话 那如果你不想要锁定范围的话 有个方法 一 先把刚刚的这个范围 哪个范围呢 就是A2 到最下面 一样要先选取 C2向下 也就是跟他讲说 这个范围我先选了 那以后这个范围呢 我给他一个名称 那以后名称的话呢 请你先选取范围 再给一个名称 在哪里加名称呢 有个上方有个名称方块 有没有 你就在这上面打 打他的名字 他名字叫黑名单 你就打一个黑名单三个字 这边打错位置 再一次 C1先选取 2在这边打 黑名单 那打完之后记得 一定要按Enter 黑名单 记得 这个只有输入 最后一定要按Enter 等于之前有同学 遇到这种 他输入了 但是他没有按Enter 那也是没有了 Enter 好 这样就确定 那我怎么知道说 这个名称呢 有没有加到我们的清单里面 特别是你可以切到公式 里面有个名称管理员 这边就有个黑名单 名称在这里 范围在这里 所以如果你以后要修改的话 你可以按编辑 或者是直接修改 打个勾也可以 特别是如果以后 定义好之后 你要做修改的话 可以从公式的名称管理员里面 找到编辑 OK 加字从这边加 选完之后 再把它输入名称 修改的话呢 公式里面做修改 我应该可以懂这个逻辑吧 这个很重要 因为我发现很多人根本 从来没用过公式 从来没有用过名称 那这样子以后做事情 很多地方真的会蛮麻烦的 而且不那么俐落 另外如果说你定义好名称之后 以后在VBA里面拽解 非常的方便 因为你以后就用那个名称 打程式 就不用在像之前 我们要什么 因为名称里面没有双 所以你也不用取代 另外名称里面也没有I 所以也不用I了 所以如果这个名称配合VBA 可以让程式变得非常的简洁 OK 只是这个后面我再说明一下 因为我们还没讲 之前还没讲到名称 不然我还蛮推荐你们用名称的 好 做好了OK 接下来的话哪里改 切到查询名称 刚刚是一样用康语 对不对 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就不是切过去选了 而是记得你要记得一个快速键 叫F3 按下F3 它会弹出一个名称 那你就怎么样 直接去选这个黑名单就可以了 这个黑名单就等于是那个范围了 那好处就是说呢 以后呢你也不用管 而且不用去管哪边要锁 蓝要锁裂的问题 因为那个范围就固定了 它不会跑掉 OK 所以这个好处我觉得还蛮多的 如果以后你的资料量很大的那个范围 记得一定要名称 不然的话说真的不好 这个以后你公式也不好去控制 另外好处就是你会发现 公式突然看起来就清爽了 这也是我还蛮推荐你们用名称的原因 因为以后公式也是很感觉就是 看起来就是觉得真的就心情特别好了 OK好打个勾 那一样向下填满就OK了 那一样游标放在B1或A1的 我先要放B1 然后一样资料筛选 留下那个B1的部分 然后按确定 这样就OK了 画面再还给各位试一下 那今天的话大概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就先讲到那个 就是用conv 另外的话就是定义名称 conv定义名称 把我们要的再配合筛选 把要的结果查出来 贴到我们的查询结果 这样就OK了 但是呢 这毕竟还是土法令 还是有部分 已经比完全不会conv的人 已经我觉得应该快很多了 快非常多了 OK 但是我觉得还不够 后面我们还要再讲说 如果我要把这一个部分全部变按钮 按下去自动完成 全部自动化 那程式该如何写 程式真的不多 算一下来大概就是三行四行 五行程式 就可以达到全自动的目的 OK 其实是非常好用的 而且不难理解 这个部分的话 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留在下一次上课再来看 有关黑名单把它变成VBA部分 所以回去的话有时间 可以试着把这个前面的部分 再熟悉 那因为后面的课程 还是会在原来前面的基础之上 会在延伸难度 所以假设你今天的部分 不太熟悉的话 我是建议 请你把前几次的那个课程 再回播一下 步行一下 OK 那今天的话 时间好像差不多了 那我们今天的话 就先讲到黑名单部分 下一个礼拜 再来看黑名单的 这个VBA程式撰起